我未来我未来的梦想就是我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山导公司不要提名字不要提名字别跟说打广告 然后呢要讲它的优势吗做这个项目的优势 项目优势就是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公司专门是做这个大健康嘛就是大健康产业嘛 嗯然后呢大健康产业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公司而且还有就是跟我们公司跟公司互助还有这个奖金啊还有你看还有奖金 他给你发奖金还给你发这个发这个补品就是这个保健品还发补品都发到保健品了 产生健体 保健品 潜似健体就是说 不能谈你私下那个产业 嗯 因为什么呢 我要我也来插一句 因为你那个产业啊每个人要投3万8才能进行黑心团队 你别说我们这些人投3万8了 是的 是的 38块钱都未必拿得出来 所以说你那个产业跟我们这个集团公司的发展方向怎么说的 还是有点出入 我们不能跟你比啊 你是搞金融的 3万8也不多嘛 3万8 都有那个 好好好 好 好 可以可以 感谢冲锋老师分享 我来让我来发表一下啊 我来说一下 我来一本正经来说一下那个玩笑话啊 嗯 我们就发展就 就我们发展那块 我们就是要以最低的利益 嗯 获取最大的收益 嗯 那个那个收益 好不好 好 可以 就是最好做的是 叫什么 嗯 以本万利的那个事情 最好 但是这个很难 很难做 这个我相信啊 这个我相信在冲锋老师的指导下 在我们雕种的这个 这个人脉关系和背景下 应该 不说一本万利 一本九千利还是应该有这种可能性的 哦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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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问题 好好好 好 好 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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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最想做的事是啥 嗯 尝一下 你好 请问你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是挣100万 我我从八岁那年就立下这个目标了嘛 坚持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年了 一直都没实现吗 实现什么 实现这100万的目标啊 我都已经立目标了 我还还要让我去实现它 你这不是枪一所难吗 你定了目标不就是为了实现它吗 谁说目标是一定要实现的 那现在好多小年轻就是被你这种说法给误导了 他限制一种误区啊就觉得说啊 第二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它啊 不然的话啊就就内疚啊 觉得对不起自己啊 甚至怨自己 其实这就是一种钻牛角尖 是吧 他是太太较真了 我其实像我们经常立目标的 我们都知道 其实立目标跟实现目标 它关键是两码去 是吧 立目标只是为了提醒自己 我还没有放弃 呃 不是说一定要实现它 所以不要拿实现目标来道德绑架自己 身体和灵魂准我一个奶奶倔强吧 我说意思现在 嗯 找个工作做一下 我现在想做个生意 我没那么多钱 我也开着 开餐馆也开得起来嘛 我一个梦想就是 到外来找个长期工作 包起包住 我说这个梦想 这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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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梦想